浓浓白烟从店家涌了出来 消防车和救护车马上赶到现场 警笛大作配上烟雾弥漫 光看到场面都让人感到相当紧张 火警发生在4号下午1点半 台北市丁州路这家知名的石头火锅店 突然从二楼冒出白烟 公管丁州路上有许多的火锅店 每到用餐时间总是聚集不少人潮 结果在下午1点半的时候 这一家火锅店突然涌出大量的白烟 吓坏不少民众 第一时间店内的员工试图用灭火器灭火 但是根本没办法成功 面对记者的询问 店家是低调不予回应 干脆拉下铁门 生意都不做了 其实这家火锅店选在学生多的台北公馆开业 靠着就是麻油爆香的锅底 吸引学生族群 如今吃火锅吃到起火 还好消防人员赶快到达现场 才没有人员的伤亡 也保住店家的身材工具